在K-POP韩流文化戏卷全球 再加上韩国年轻人对各大食品的狂热 是韩国成为全球精品消费总额第一的国家 时尚品牌已纷纷开始在韩国娱乐圈中 寻找与自家品牌风格契合的偶像大使 在各大时装周秀场上 也能看见越来越多K-POP偶像的身影 今天小编盘调了2024秋冬米兰时装周 所有出席的K-POP偶像 一起看看他们的潮汐精的秀场造型 以及带来的新话题吧 米兰时装周出席的K-POP偶像 Hoshi Diesel 首先是第一次出席米兰时装周的偶像 Seventeen Hoshi Hoshi作为大名鼎鼎的时尚精 平常在自己的IG上分享的私服穿搭 也被视为干净利落的时尚教科书 在韩网的最会穿衣服的偶像投票中 更是荣获第一 这次他终于在米兰时装周登场 Hoshi身穿Diesel 2024春夏袖场的牛仔套装 加上为烟熏的眼妆和帅气的大背头 完美呈现品牌Diesel最经典的牛仔帅性风格 米兰时装周出席的K-POP偶像 宋宇奇 安于珍 Fundie 一直与Fundie拥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 G-IDOL宋宇奇自2021年6月以来 宇奇就出席了多次Fundie活动 并且多次以Fundie各类经典造型登上杂志封面及舞台 这是宋宇奇在今年1月被正式官宣为 Fundie品牌形象代史后首次出席时装周秀场 宇奇展示的造型是不规则剪裁的橘红色连衣裙 不仅端庄优雅 又以鲜艳的色彩展现出热情活力 多方面展现出Fundie女性的无尽可能 F安于珍出道后就以超强实力与美貌 吸引大批粉丝高挑身材 还直接让她成为时尚品牌的宠儿 在去年与Fundie开始正式合作 上一次出席2024春夏米兰时装周 宇珍以湿发狼尾剪造型 搭配灰色连衣身长裙亮相 又帅又美的气质大受好评 这次宇珍的穿搭则显得更加的从容大方 以备受好评的短发造型登场 搭配亮黄色削尖洋装 尽显身材优势 造型公开再度获得粉丝的热烈赞美 21日国外媒体ID的官方Twitter 公开了安于珍与身兼Fundie女装和Dealman 创意总监的Kim Jones合照的四秒测拍影片 合照过程中只见宇珍穿着贴身礼服 微微靠向设计师 设计师的手却几乎是放在于珍的臀部上 而引发了粉丝与网友的骂声 有那么多地方 他竟选择把手放在那儿 疯了把手拿开等 认为Kim Jones是在吃豆腐 但有理智的网友表示 这在西方文化很正常 冷静点按着非常正常 各位这没什么 这只是工作 小心你们的言辞 因为那会影响到于珍 认为Kim Jones此举止是无心之事 粉丝们过于敏感 但这也没能平息粉丝的怒火 话题持续延烧中 米兰时装周出席的KPOP偶像 Somi Prada 下一位是穿着Prada的女王 Somi Somi在被官宣为Prada品牌大使后 所享受的待遇 几乎可以说是KPOP第一 这次米兰时装周 也是唯一一位 出席观看秀场的KPOP偶像 这次Somi绣场穿搭选择的是 宽肩西装 搭配Prada经典流苏款 短下身 加上树药的点睛之笔 既时髦又性感优雅 米兰时装周出席的KPOP偶像 婷佑 Joy Tordas 下一组是来自SM公司的豪门子弟 日前在日本刚刚结束SM 加走演唱会的NCT婷佑 和Red Velvet Joy 立刻马不停蹄地来到了 Tordas的米兰时装周 却爆出Joy团队的工作人员 行李被扣留在机场 还好有停留的团队 可以替他书画 而衣服则是由Tordas现场 另外提供一套给Joy 即使波折满满 两位的颜值依旧是稳定发挥 一同出现在秀场时 简直氛围感爆表 搭配上Tordas秀场的 中古电车设计 让人感觉他们是从上个时代 穿越回来的名门子弟 米兰时装周出席的KPOP偶像 Honey Gucci 接着是我们New Dreams的Honey 作为最年轻品牌代言人 Honey创造过各种Gucci新时代造型 上次Gucci2024春夏大秀 Honey以Gucci白色短板上衣 搭配黑色皮裙亮相 甜美咒又带着辣眉氛围 搭配上金发更是抢眼 但这次从出发的机场照开始 就被含网狂酸 看起来很廉价 甚至是有点像是穿盗版 直到Honey出席秀场后 又被发出了几张打光不佳的照片 加上略显凌乱的发型 不适合她的紧身棕色套装 不仅没展现她的优点 反而让Honey的手臂看起来有点粗 网友甚至气氛表示 如果都是这种糟糕的造型 还不如快点跟Gucci分手 不要代赢了 希望造型师 下次能选择更符合 Honey气质的服装 装发呀 米兰时装周出席的K-pop偶像 炫臣 Ninni Workus 下一组则是来自Workus的兄妹组合 Street Kids的炫臣和Ace巴的Ninni 两个人的外貌都是大气又华丽的类型 与Workus的有标志性的浮华印花和鲜艳的色彩 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炫臣是在去年年末正式被官选为Workus 首位韩级品牌大使 Ninni则是在今年的2月初成为品牌大使 这次Workus2024秋冬米兰时装周 也是两人第一次出席 不仅表现得十分从容不迫 在看秀的当下 他们更被安排在知名美国恋元 安海斯威身边 让许多粉丝直喊 次元必大破 米兰时装周出席的K-pop偶像 Gino Ferragamo NCT门面担当Gino与品牌Fairagamo 再次强强联合 出击本次秀场 是他在2023秋冬系列发表后再次出席时装周 作为首位Fairagamo 男性全球大使 Fairagamo与Gino间的配合是契合度报表的 曾在他个人的IG中能见到不少次 他宣传Fairagamo 全套品牌造型登上杂志封面 也能看见他与设计师的友好互动合照 因为有Gino的加持 Fairagamo才能更稳固在年轻时代 及网络世界中的声量 这次他一身长白大衣的搭配 也被粉丝赞不绝口 米兰时装周出席的K-pop宝像 金道英 Dolchi Gabbana 接着一样是来自NCT的成员金道英 今年出席意大利品牌 Dolchi Gabbana 与米兰时装周的2024秋冬大秀 他穿着有亮片珠光的全黑西装 与低领珠光背心亮相 同场出席的韩国艺人 还有演员文家英和李祝贺 在大秀结束后 场外开始下起雨 气温也逐渐湿冷 道英立刻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西装外套脱下 给身穿超单薄 黑色透夫礼服的文家英披着 但其实他自己的内搭也只是一件吊带背心 让网友们大赞 他该举动 真的是有够贴心 难有力爆棚 虽然后来好像因为品牌问题 合照时 道英只能在穿上皮衣 穿着合照 两人合影充满着韩剧的氛围感和宿命感 还被网友称作是财阀姐弟 米兰时装周出现的K-pop偶像 DK Belly 最后一位出现米兰时装周的K-pop偶像 就是我们Seventeen的DK啦 在Nana Tour播出结束后 DK也再次来到了节目拍摄地 意大利 让所有粉丝们纷纷热情的向他喊 Sloot 让DK忍不住笑翻 身为Belly全球品牌大使的DK 从机场出发开始 全身都是穿着Belly24春夏新款 在出席Belly的秀场当下 虽然只是搭配简单的白色五袖背心 皮外套和牛仔裤 但依然帅气爆表 好了 看完以上 此次2024秋冬米兰时装周 所有出席的K-pop偶像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